大家好,我是张张,欢迎来到每日星座的频道 今天我们接着聊那个有趣的话题 如何从12星座中挑选一款好老公 今天我们接着讲水瓶座的下半篇 上期播出之后呢 很多小伙伴在我频道下方留言 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喜欢和支持 请那些还没有订阅的朋友抓紧时间订阅 请已经订阅的和刚刚订阅的朋友 都不要忘了打开小铃铛 请第一次订阅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看满五分钟再订阅 否则系统会被视为无效的订阅 水瓶座呢 它是一个坚毅独立的信徒 那么它骨子里面存在的这种东西呢 就直接决定呢 就是如果你直接的去攻击它 那么你一定是会失败的 不会成功 如果你们已经相爱了 然后建立了恋爱关系 但是你们在感情中间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欲情故纵 然后还需要一个词 就是戏剧达人 这个地方呢 我展开讲一下 也就是说当他不理你的时候 或者是说你主动上门道歉 或者是主动求和 都没有任何结果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 比如说你的朋友圈 现在你的更新呢 可能和原来呢 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你每天呢 都会做一道他喜欢吃的菜 然后你每天呢 会把这道菜呢 自己全部吃完 然后你每天都会吃这道菜 也就是说一周呢 你要吃六次或者是七次同样的菜 但是你什么都不说 你把它发在朋友圈里 那么一个人他一周吃同样一种食物 其实是一种折磨 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思念 那么他看到你朋友圈的这种做法之后呢 他会对你引起关注 他也会对你感到心痛 甚至呢 他会觉得有点愧疚 这个时候你再给他打电话 或者是再向他发出邀约 他一定会接你的信号 这一点很重要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张张说的这一点很重要 第八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摩羯座和水瓶座交接 交替日期出现的这些人呢 他能继承摩羯座身上的踏实 也能发挥水瓶座的天资聪颖 这种人呢 他们喜欢在朋友圈先找恋爱对象 这一点大家要记牢了 所以呢 你如果看上了一个水瓶座的男生 那么你要先加他的朋友圈 或者是先参加他的同事聚会 或者是同学聚会 或者是小范围的朋友聚会 这一点很重要 第九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水瓶座的人呢 他喜欢记忆中某一个节点 是碎片连接起来的记忆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打开讲一下 就比如说一个水瓶座的男生 他看上你了 那么他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向你表白了 那么他表白的时候呢 你很快就答应了 那么这一点呢 就叫做没有碎片记忆连接起来的记忆 这个有点绕嘴啊 但是相反而知呢 就是如果你爱上了一个水瓶男生 那么他向你表白的时候呢 你第一次的态度呢 是拒绝的 之后呢 你才慢慢答应交往 再之后呢 你突然间向他是爱 然后他表示接受 那么这种记忆呢 就叫做有碎片冲击的连接性记忆 大家可以把第九条多听两遍 以此来理解我的阐述 第十点 水瓶座呢 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星座 即便是你爱的天昏地暗 他们也不会因为你的爱呢 而去改变自己的一些行为 或者是一些观念 他们是不会轻易的交出自己的 这一点呢 你一定要记牢了 举一个例子 大长径的女主角林爱呢 她结婚之后呢 其实年龄已经偏大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她又牵扯到要结婚生子 但是即便她结婚生子 她也不会放弃演艺生涯 虽然在她孩子比较小的时候 她还是自己负责来 抚养这两个小孩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 她就重出江湖了 然后接拍了 她浮出之后的第一部电影 饰演了一个母亲的角色 再举一个例子呢 就是都教授金秀贤 金秀贤骨子里面呢 是一个有非常多 个人霸道主义 和个人崇拜主义的一个水瓶男生 那么她要求的这个女生呢 可能要为她的牺牲多一点 但是她为对方的改变呢 不会太多 所以呢 你们爱上了水瓶座男生的女生呢 这一点呢 要考虑清楚 第十一点呢 就是水瓶座呢 它是一个不管死活的星座 就是它骨子里面有自由洒脱 甚至有一点放肆不济的感觉 如果你把这个话说中了 比如说你说你再喝酒就不能回家 或者说就是你再跟她交往 我们就分手 你向她说这种狠话没有用 她会对自己以及对你只说四个字 后果自负 所以在你们关系僵化的时候呢 不要说这种狠话 一定要做我刚刚在第七条中教给你们的小技巧 一定要记得哦 第十二点 水瓶座的男生呢 他们喜欢有差异性的人物性格 也就是说他们喜欢火星语言 举一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很多新闻上来说 某某女星 她就是靠那种性贿赂啊 一步一步拿到的一个角色 这是一个传统的描述 如果你是她的女朋友 那么你可以换一种形容方式 你说这个女生的很多电影我都看过 我觉得她的这些做法就是身姿比较柔软吧 那么你用了一种非常婉转 非常柔软 非常知性的语言 来形容一件负能量的事情 那么他们立刻就会对你刮目相看 他觉得你很有才华 很有内涵 那么这个对于你们的感情递进 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第十三点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和水瓶座的男生相亲的时候 不要穿奇装猎服 只要穿正常的衣服就行了 他们对服装的品牌没有特别的要求 他们对这个人的内涵呢 有很高的要求 此外呢 他们还喜欢知性美的女性 所以你跟他约会聊天的时候 千万不要聊 家长离短 第十四点就是水瓶座的水字呢 会给人一种很冰冷的感觉 就像这个玻璃杯一样 那么你要做的事呢 就是把这个玻璃杯的玻璃变成吸水海绵 那么海绵和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是一个亦师亦友 相辅相成的关系 那么你如何把玻璃杯变成海绵呢 那么这就是你要做的功课 最后一点啊 水瓶男的离婚率稍稍有一点高 同时水瓶男呢 也是一个比较会恋爱的一个恋爱高手 虽然有一点大男子主义 但是他们很理性 他们也很温柔 他们一般呢 是不会主动出轨的除非有特殊情况 但是如果说另一半的不支持不理解 导致感情的破裂 那么他们一定是会选择离婚的 以上15点呢 就是如何将水瓶男收入囊中变成老公的莲花宝典 下面说一下干货 接下来我说一下水瓶男和什么星座的女生最般配 黄金配的第一名就是水瓶男配双子女 第二名是水瓶男配白羊女 第三名是水瓶男配天称女 但是第一名黄金配的水瓶男配双子女 需要注意一个地方 就是两个人都是风向星座 但是呢水瓶男呢 非常不喜欢双子女说家常里短的事 或者是在同一个话题上重复来重复去 但是双子女非常喜欢做这件事 所以两个人呢会产生一些小的摩擦 在这一点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请那些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抓紧时间订阅 请已经订阅的朋友和刚刚订阅的朋友 都要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